本人皮野球多年 既然算不上太老 但也算是球场上的老炮 江湖上兄弟看得起我的 叫我亮晨 说起足球 能在球场上出人头地 找往不在于技术 还在于范儿 何为范儿 说得通俗点 就是得装 我只有足球 足球可就爱 《一眼球装逼指南》 内部资料请勿传阅 装备篇 首先 去球场之前最基本的装备 要准备好 去球场的时候 一定要带两双鞋 一双足球鞋 一双慢跑鞋 来到球场时 一定要穿慢跑鞋 这样才能做到最基本的装备 其次 你带有一个专业足球包 足球包里 绷带 云南百药喷雾剂 长腿袜 护腿板 这些缺一不可 再次要提供一个加分的项目 就是这个 队长袖标 队长袖标切记啊 不能是崭新的 必须要有岁月的痕迹 并且揉出袖标的方式 一定要 非常有讲究 如果直接从包里拿出来戴上 一定会被队友嚼舌根子的 最佳的方法是 拿东西的时候 一不小心给带了出来 然后 用深邃的目光凝视一会儿 摇摇头 心中想象一下 自己曾经拥有着辉煌的过去 但自己已经不愿再提起 然后 把它塞回包里 而这时候 旁边的队友是这样的 一定是什么不得已的原因 要不他现在一定是球星了 哇 太牛了 对了 一定要记得自备水壶 记得是水壶 不是茶壶 这个 老年人用的 这个 是娘炮用的 这个 勉强可以 不过太想刻意 这个 正点了 既能显得像是 不经意见的信手您来 又能体现出你 多年踢球养成的好习惯 低价 而不是典牙 记住 千万不能和其他球友一样 去喝成香的矿泉水 你问里面装的什么 没看见 满满的都是 一碗 足球鞋的品牌 是关键中的关键 但如果你穿的是 阿迪或Naked的最新款 那么 你一定是个足球菜 根据野球界的最新行情 球技好的老炮 一般都会选择 美金龙的莫勒拉 阿迪达斯的口袍 标马的 K 因为 这些都是有历史 有典故的 经典款 哇 他穿的是美金龙 我听我爸说 他们当年看球 球星都穿这种 真好看 穿这两双鞋的人 站在一块 谁踢球更早 谁更懂球 一目了然 最后说到球衣 基本上 在野球场上 身穿黄马和巴萨 这两只超级豪门球衣的人 不是伪球迷 就是菜鸟 而且一定要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 穿这个赛系的球衣 否则 很容易会被人认为是 盗版 闽蓝众人 哇 你的衣服在哪买的 仿得好多哦 得八十块钱吧 这做工 我买的是正买球衣啊 再次推荐两种球衣 第一种是 专业训练服 平时多关注一些 球队训练的新闻 里面往往会出现 他们的训练服 照着样来 你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是吧 毫无违和感吧 早去你已经有了一件 太爱版的豪门球衣 也没有关系 有越久 我已顺甘让他的 隔提升一万倍 老 这就是我前几年 收藏的上几个赛系的 罗马球衣 本来已经准备扔掉了 可是有一天 我突发奇想 在后面印了几个待机 丁森 云老队 还是零号 你看看 多有内涵 多漂亮 一看 就有来路了 热身片 热身 这一步是装的关键 专业足球运动员 和踢野球的 最大的区别 就在云热身 首先要注意的是 热身必须穿慢跑鞋 千万不要急于穿足球鞋 第一步 深拉 做一座公布的深拉 然后深拉一下胳膊 然后坐下来 做几组专业的 座位体前驱 第二步 慢跑 我知道这对很多人的 体力很成问题 但是宁可少跑 慢跑 也要有这个姿势 慢跑过程中 时不时做几个 大腿环绕的动作 第三步 冲刺跑 简单的直线冲刺跑 格还是不够高 要做到冲刺的时候 有左右的变向 哪怕跑得短 也要有变向 跑完之后 要带着有些 自责的表情 走向人群 边走边摇头 这是为了表现 你对今天自己的 身体状况不太满意 为一会儿可能出现了失误 做下图点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都在喝水 抽烟扯淡 职业度高下瓶盘 热身下来 人差不多也齐了 接下来 咱们该去打招呼吧 如果看球赛多 就会注意到 双方队员候场时 一般队员 在紧张准备比赛的时候 那些传奇人物 球队的大哥 一般都在忙着 跟各种人打招呼 是队友就鼓励几句 今儿天气不错 大家好好听 我觉得今天这对手挺弱的 放心拖 哥在背后保护你 是对手就假装认可怂 诚哥 今儿这状态不好 收着点收得 这帮兄弟不会踢 多让啊 多哥们 如果遇到不认识的 也不妨上前套下近乎 眼熟啊 眼熟 你是不是跟小超他们对踢过了 老朋友老朋友 今儿咱一队啊 好好踢 咱一定能赢啊 寒暄完了 这下终于可以把你低调 有内涵的球鞋给换上了 但换上前要在脚上沉上绷带 一线是你之前有伤 但是千万别带护腿板 原因我们之后再说 接下来就是上场比赛 比赛篇 上了场往往没那么快就开球 这时候先观察一下对方的阵容和站位 然后随便找个靠近的队友凑过去 用手捂着嘴跟他交流 其实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什么都无所谓 你可以说 那边边位和中位两个站不出来开 一会儿就等那边 也可以说 今天踢完球咱们去路串 对对 反正你捂着嘴 别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准他们以为被你看穿了呢 你看那两个家伙踢过啥呢 之后关于踢球的技术动作 也有装米地的要领 像我这种一枚身体 二枚速度 三枚技术的球员 唯一能装的牌 就是靠意识的五点先前要 记住尽量一脚出球 因为你的队友看到你传球 他会跑动去接球 假如你没传好 可以指着你传球的空档 把自己没传好的责任 怪罪到他不能领回你的意图 意识意识 另外我们都知道 踢野球的人 大多都是踢小场 小场讲究的是什么 短传渗透 不过作为一个装备的人 你怎么能够把自己 定义成一个 半高球过顶球 範球的时候 要用脚的内侧去搓球的底部 记住力量比较大 看到了吧 这球要是传好了 就是个皮尔洛式的妙传 不过就算这球没传好 也没关系 这个时候要做出后悔至极的神情病高喊 我 我 我的 我的 这个时候队友基本不会再怪你 还会给你伸出大护子 要是想法很好 关于射门 既然你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古典型的前腰 你就完全没有必要电击射门了 除非你对自己的技术自信满满 你也可以参考恶切尔的踢法 只要能传 绝不射 这样既演示了你技术不好把毕竟球打飞的尴尬 又加持了你作为中场大师不求名利 一切以全队利益为重的大我属性 但是如果有任意球一定要抢着发 但如果脚法不好怎么办 准备动作 助跑 一气呵成 出球瞬间停住 向左边队友识个眼色 然后递滚球传给他 看到了吧 我不是不射 我只是抓住了对方的一次漏洞 组织了一次进攻 为了防止漏线 我们必须要对场上的形势有着足够的判断 如果装得好了 对方一定会对我加强力响 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办 别忘了 你还有后腿板 借一个被对抗断球的机会 马上通鼓倒地 这个时候肯定全场都在看着你 然后一拳一拐地来到场边 这个时候把护腿板换上 此时既能展现出对方的不专业 和你专业的自我保护意识 切记 这个过程中不要骂骂咧咧 只要摇头哭笑就好 一眼球都有喝水的时间 一般都是大家搬一箱水一起喝 但是既然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专用水壶 那么这个 我必须装 这个时候可以拿出你的魅蓝手机 假装有未接来电 我擦 这小子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然后假装回电 然后略带歉意地和队友们说一声 然后别磨叽 马上一开 留下的背影要有些一拳一拐 这时候他们会感觉到 你的背影越来越高大 别回头 千万别回头 这就是孤单英雄的上线方式 让他们觉得 你跟他们这帮菜育提半场 是相当给他们面子 让那些产过你的 跟你下过黑角的 统统地在你屁股后面 是回去吧 捧开 切记 装屁 看清路 谁说的品质 吃 吃 吃